胡老太年轻时长得十分漂亮,身边不乏追求者,后来经家人介绍,认识了比他大两岁的王先生。 经过半年的相处之后,两人是情投意合,于是便成了家,很快也就有了自己的小孩。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胡阿姨随着丈夫从陕西南下到深圳经商。 刚开始,两人过得十分艰难,几乎是白手起家。 后来借钱开始做生意,经过多年的奋斗,两人在事业上是小有成就,最后在深圳买房定居,一家三口是其乐融融。 说,几年前他已经开始察觉到了丈夫身上的一些变化,出差的次数突然多了起来,对自己也是越来越冷淡。 不过,由于公司一直都是由丈夫在打理,自己对业务上的事的顾问不多,起初并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。 而正是两年前,在儿童公园的这一次偶遇,让他们三十年的感情开始亮起了红豆。 原来啊,这第三者不是别人,正是2002年有过业务往来的客户,比王先生小二十岁的吴小姐。 这让胡老太有些意外,从2002年至今,难道丈夫背着自己出轨已经长达十年了吗? 此后,胡老太多次联系过第三者,吴小姐。 不过吴小姐呢,始终选择了逃避。 她就是想两边都要,她说是两个家都要。 婚外情败露之后,胡老太说,老公变得是更加的肆无忌惮,毫无悔改之意。 在深圳保安体育馆旁的一个小区内,胡老太更是多次发现老公与吴小姐在一起。 随后的日子里,在胡老太身上发生的事情,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,不断上演不同的情景。 第三者,吴小姐更是开始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。 吴小姐过分的举动,让胡老太忍无可忍了。 于是,她找到丈夫开始理论,不过丈夫的回答让她接近崩溃。 心灰意冷的胡老太提出了离婚,但是丈夫断然静止。 无奈之下,她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以重婚罪严惩丈夫和第三者。 就在前不久,法院判定,丈夫重婚罪名成立,判处一年有期徒刑,兼外执行。 一审结束之后,第三者无姓女子也被判处了八个月有期徒刑,缓期两年执行。 最终的这个结果也让胡老太无法结束。 胡老太说,判决结果下达之后,丈夫原本是答应于第三者把刑借刑,并向其支付三十万元作为赔偿。 本以为三十万元能让第三者吴小姐远离自己的家庭,然而事情却远没有胡老太想的那么简单。 丈夫居然跟他一起玩起了失踪。 面对于记者的到来,王老汉显得极为的抗拒。 一番等待之后,王老汉终于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。 可不成想,刚聊了几句,这老两口又开始吵起来。 争吵中,王老汉透露,其实在他们结婚的这三十年里, 两人的感情早就出现了巨大的敌分,经常是大打出手。 我说,我说,我三十万不说六百万。 你给做我两百万。 200万加这三十万骗取的钱,你给我两百三十万。 房子给我,给我一个二十万的家。 你爱到哪儿去,你找你的真爱去,我立马全是给你离婚。 我没有过高的要求,对不对? 他提出是要两百万、三百万,这个要根据法律的。 法律是判离婚时分现有财产,对不对? 在财产分配问题上,两人始终没有达成共识,并在现场再次的吵了起来。 在胡老太眼里,自己的丈夫就是一个无赖,而为了争取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,他仍想通过法院做出公正的判决。 不仅如此,王老汉还认为,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因,就是胡老太太过于强势,让他处处为难。 我招聘工人给他贪好两千块钱,他私下给他一千块钱。 我招一个谁,他朋友就进不来,然后我给人家做生意付款,他不付。 他就这样强势,搞不成了。 他就这样,还得背叛我,你说我心里好小吗? 背叛了,背叛已经可以承认错误了,已经法律,已经制裁了我了,你还要怎么进去? 你来说这件事,背叛者说得好轻松啊。 那你说怎么,你一直闹下去,闹十年半年,闹得死,有何意义的? 这是不久前,记者采访过程中录下的画面。 虽然两人仍在为离婚仪式争吵,但从他们一起铺床单时的动作,还能看出这老两口三十多年来的默契。 我说二人都对没有人做掉吧? длов得未来的默契仪式争吵了om就多ете? 感谢观看